好 我们看奎恶的送来世 那么来世也是分成上癖跟下癖 那么先看上癖法师 看经文 那么佛陀在讲到五卓恶世的时候 有人能够广泛的授词演说花花金 也是一样 合掌恭敬就像供养世主一样 用上好的饮食衣服来供养这位法师 重点在下面这句话 记得西一文 你要向他起法 你能够一念的相应 你就栽培了亲近的大臣的善根 这是上癖法师 看下癖法师 若能于后世受持世经者 我遣在人中行于如来世 那么到了末法时代 有人你的同参道友跟你讲 花花金的思想 说是因言观跟正如观的关系 怎么样能够会前入死 你可不能掉以轻心 这个人就等于是佛陀派遣在人中行 如来世业之人 因为他等于是跟佛陀扮演的角色 完全一样 所以这个地方重点就是 告诉我们末法时代 你要受益 你不管别人怎么样 你自己先修皈依 保持恭敬心 这个概念 因为你这样子 你才能够受益 好我们看最后一段的 忍恶送总明 前面是讲差别下 上兵法师 下兵法师 佛事佛灭 这以下就是 不管是什么因言 你在正法也好 末法也好 毁谤就是有过失 赞叹就是有功德 这跟什么时光环境 没有关系的 看左面 看第一段 若于一劫中 常怀不善心 作色而骂佛 或无量重罪 其有赌送池 是法法经者 须遇加恶言 其罪付过彼 那么这一段是说明 逆之得罪 就是有一个人 在一劫这么长的时间 怀有不善心 用称心慢心等等 而且献出恶相 不恭敬的相状 来骂利诽谤佛陀 当然这个人祸罪无量 这是佛多士最殊胜的福田 你这个田里面 你栽培少数的种子 开出太多的水果 那么如果对比来说 假设有人受制毒送华华经 你去用恶口回报他 那这样子呢 其罪付过彼 因为你断送他未来成佛的种子 断佛种 严格来说 你会让未来少一尊应生佛出现 断佛种 第二个 这尊佛如果出现了 它会演出很多的法 所以你毁谤法华经 断佛种 对未来就等于断法种 因为所有的法 都是要有佛陀出示 那没有佛法的滋润 很多人就不能成就圣道 你也断圣种 所以你毁谤法华经 断三宝种 就是这个原因 就是所有的凡夫 一开始成佛 都是要会前入食 这是唯一的 一个关键的坎要迈过去 结果他要迈过去的时候 你这么一毁谤 他退转了 就世界上少一尊佛了 那么他未来 本来是可以成佛的 结果你这么一弄 他没有成佛 他未来的法宝 声报都在这一瞬间 完全破坏了 所以其罪互过比 好 我们看顺之得福 看经文 有人求佛道 而于一节中 合掌在我前 以无数记赞 由是在佛故 得无量功德 太梅持经者 其福呼过比 于八十一节 以罪妙色声 即于香味处 供养持经者 如是供养仪 若得虚欲文 则应自心庆 我今过大力 这个东方经文 讲到顺之得福 有人 受持法花经 我们随时赞叹 成就广大的福德 如果有人一心一意地求佛道 而且在一节当中的 和掌站往面前 用无数的美妙的祭奏 赞叹佛脱 那么你赞叹佛脱 那当然得无量功德 但是反过来 如果你赞叹一个 生死凡夫 受持这部经德 你能够赞叹水几他 你的福德超过对方 超过赞美佛脱 比方说 有人以八十一节的时间 用最美妙的音声 还有各种的武臣 来供养 这个五种法师 持经者 那么供养以后 又跟他听法求法 习以听到法华经 一念的相应 那么 我经获大礼 这个地方 佛脱意思就是说 凡夫众生 应该怎么做 互相的赞叹 你赞叹我 你今天来听课 不错 你赞叹他 他赞你 那你彼此赞叹 很简单 彼此真上 你也修复 我也修复 我鼓励到你 我修到福报 你也鼓励到他 他也修到福报 这个也是互相赞叹 因为凡夫的善根 是很脆弱的 你可能一句话 就伤害到他的善根 所以佛陀 必须在阴地的时候 要画出一个界限 来保护凡夫的菩提善根 让你不会做出一个 也许伯 因果 它的善根 这个